刚才在给你们借的时候 我就觉得 别小看这种简单的三规一 其实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没有这个 很多很多人的痛苦 比如说 人临终要死的 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 如果他只是有很强的一个三规一 要死之前 或者危险 随时 生命要结束 不管是飞机设施也好 生病也好 坏人在你面前要把你杀掉也好 你的心如果是 一直重复着 第一 可以克服空虚 这是达迦加苏塔 给我们确认的 你的心想着佛法上的功德 可以克服空虚 你的心稳下来 可以投射好的地方 不投射诱法的地方 因此生命就转了 现在可以是最倒霉的 最后一个结束 但是呢 下一个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 只因为三规一 别小看 关键时候 简单的三规一就救你了 就是你应考 应付你生命最重大的考试 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工具 我想起这个是因为 昨天 就是本一个人 加强了自己的生命理意识 这别小看 我们也是念惯了 好像很普通 就算归一吧 长期都念的嘛 每次都念的嘛 但是多少人因为不懂 也不会用 在关键时刻 这个最好的工具 这么强的工具 可以让你把最后一个 人生最大的考试 考得最好的 也不会用 没了 又发慌 然后一慌 人死的时候 如果能够三归一 在临终的时候三归一 那就好了 对不对 好 你看不杀生也是 因为我们有这个佛头教的 不杀生 我们省了多少苦因 也少受了多少的苦苦 别以为全世界宗教 也很不一样 很多人都要杀 杀来杀去 对吧 你看这整个世界都在乱 是因为没有这个 不杀生的概念 为什么没有不杀生概念 因为他没有因果概念 你只是因为你对因果的认知 你就不该杀了 因为我现在杀 我要受那个苦 对对 受苦果的时候 就这样 因为人们都在 联合 包括联合国 开会开会 当然也是对 你不这么做更糟 但是 他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核心 问题核心就是 人们照着苦因 他怎么不受苦果 那很难 当然了 从慈悲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尽可能减轻 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好 我应该减轻众生的痛苦 想办法减轻 避免战争的发生 这也是有功德的事 但是他的根源 这样子人们的错觉 他连这个不杀生 这个想法都没有 他只知道要杀 把敌人杀掉 让我活得好一点 对吧 所以别小看 我们五界里面的第一条件 对我们来讲 是很普通 很基本 常常都在念 都在守着 从学佛走进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学会这个了 但外面的人 没有就是没有 还是给信宗教 多虔诚 每天都在念经 信了多久 为了这个宗教 可以奉献生命 什么都可以干 什么都牺牲得起 就简单的 就是这个不杀生的教育 都没有 所有的宗教 没有不杀生的教育 还是完了 所以我从来不承认说 全世界的宗教都一样 都是教人行善 你有教人家不杀生吗 不要跟我讲 全部宗教一样 你有教人家不杀生 OK啦 我讲 至少这顶功我们一样 他连不杀生都没有教 怎么办 所以你看 我们别小看 我们是习以为常 就像我们在 清洁的空气里面 我们就习惯了 本来就应该 是这样子呼吸的 是不是 也就是我们在这 可能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 因为人家很平常 空气就是好的 细久了也没有 你试试看 你去乌云章七的地方 去走一圈 你去加有各大 走一圈 然后你回到这里 你又觉得 哇 空气多好啊 哇 你看早上 现在的热厨 多漂亮 我们每天看热厨 都习惯不怎么样 你看人家 那大城市里面 水泥森林里面 走出来 一辈子 有多有几何 能够像我们这样 看到一个 能量那么好的 日出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要身在福中 师父 我们才会珍惜 我们念个山规武器 我们知道是山规 多么珍贵 多么珍贵 多少人 因为没有山规 没有那个保护 只会发慌 问题出来的人 不知道怎么处理 没有不杀身 就很苦了 所以我们每次念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看到 它的价值和意义 不同道 整个世界 真来真来真什么 都是自己没有好好的付出 就是要抢人家的蛋糕 全世界都是这样 那些国家跟国家之间 也是这样 要抢人家的蛋糕 所以当他们有一天 不能抢人家蛋糕的时候 他也不能怎么过日子 有没有 你就看 像那些以前的 那种老殖民地的 那种国家 以前的是靠抢人家 让自己 日子过得好 当现在你 越来越没都抢了 抢不来了 你看 很多人 不懂怎么过日子 要靠自己的努力 来维持 好一点的生活水平 基本上就是没有能力 就走上衰落 那样不是靠自己 那样不是靠自己 那样是靠情 因果不符合了 第二条 第三条 不邪淫 多少 在这一条 多少 因为邪淫 和乱 就是当了多大的高官 因为一个邪淫 最近也是一个 一个很强的人 很厉害 很优秀 很壮严的人 只因为一个邪淫 你就被套了 你不管你是这个国家 多高的高官 你被嫌疑 你把柄被抓住了 我要你做间谍 你做不做 然后你做了 你出卖你的国家 然后出卖你的工作的责任 问题就来了 就在 后来 传说是至少 至少 一个这么prospective 如果生命那么耀眼 这么prospect 它的前途一灭一片光明 受重用 受信任 然后又才干 一个邪淫 被人家套 你一被套 你就一错再错 回不了头 当然不费放行更重要 有些人 他只因为 他不能过放行生活 他不能 他就是被套了 但是如果没有不邪淫 还好了 但是他就在 在家局势上 你叫他来修行生活 他修行不了 修不了 有些局势 你叫他来修 一个月 一个月还不行 感觉就是因为 那种欲望的关系 所以佛都给我们 这个解释 让我们解放 绑着我们的 那个束缚 是不是 不忘语 别想看 不忘语 报语非常重要 让我们如实自荐 如实地看真相 但现在的人 已经欺骗神性 像他欺骗神性的时候 他们看不到 坏处 很明显 一个欺骗神性的人 他不能如实 看真相的 这个苦音 就这么原音 就这么清楚 他就会扭曲 扭曲 我可以跟你讲 你别以为是一个人在扭曲 整个国家的人 整个地区的人都在扭曲 一个扭曲的知见 产生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欺骗 其实欺骗的这种惯性 最大的伤害 就是欺骗自己 你都不知道 也会养成欺骗的性格 所以你就会为了达到你的目的 你就真相就扭曲 看不到真相 看不到真相 伤害是谁 表明好像伤害别人 其实最后是伤害自己 因为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在各个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的时候 你是不会看清 那因果关系是不能找到的 很明显的因果关系都找不到 很明显就在眼前 因果关系 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你骗了自己 第四条级 不文明 好像不饮酒都说了 很多人因为饮酒乱世的那些多少 简单就是驾车了 一个不管可以 他可以是高级知识分子 他可以什么都可以 他可以是很厉害的人 但是如果是一下子酒乱性 然后就驾车的时候 完了 一个不小心 一个意外 你所有的计划 所有的理想 这么简单就毁掉 然后我们还有第六条级 不费事实 过后不少 你看有没有人 有些人 吃都没有节制 不能控制自己 不能够吃 只是自己需要的 在放纵 吃到过胖的时候 很多病 很多东西发生 关节也坏 这个也有问题 很多问题 是因为吃没有节制 我们吃只是需要的 我们从早上破晓到中午 过了 这段时间你可以吃一餐 可以吃两餐 但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段长时间 你就是不能吃 所以它就有种饱 你找你这个 知道是你能吃多饱 你能吃多少 是不是 所以怎样也不会有一种 严重的过量 其实还是把我们一个 一大半那种 很容易 可能拖垮我们健康的东西 就克服掉了 现在人家有研究 这个其实是更健康 我们这种过我不食 其实不是过我不食 是莫非是食 那是更好 因为过我不食 以前我走八戒的时候 我们不懂 我们凌晨 一过了十二点 哇快点去冲 冲麦肉 去吃饼干 那是早晨了 我们就想想 佛都不是这样看的 所以有些时候 刚好跟人家谈话 谈到这是一点多了 哎呀饿了 等了半小时吧 等了半小时 就给打开 就给吃了 我们早期都是这样子的 不懂 我们以为过我不食 其实是不肥食食 不肥食食 就是做正午 到明天的破晓 就是肥食 不是时间 这个不是时间 就不要吃了 那装饰 娱乐 第七第八 娱乐跟装饰 其实有些人放不掉 你能够克服这种装饰自己的 其实就可以体验到很多 这是我们的一个心中 和他的朋友 就是自己放不掉 自己的长头发 不能去出家 大众一克服了 踢光头 你住家大众 哇原来这么快乐 这么轻松 这么喜悦 就是你那一点 你放不掉 你就踏不住 一个简单的一步 尝试 你都不能尝试 试都不能试 你就没有机会 至少我们可以放得掉 每一次 你可以试 对不对 以后你要留 你可以留 以后再来上班 至少放得下这一天 跟他们有那种持续习惯的人 娱乐 装饰 有些人就是小小的牵绊 他放不掉 他就不能尝试 像我们以前有个孩子 全部周围兄弟 每一个人都打进出家 只有他爱美 头发长才爱美 一辈子 小小嘛 头发会长回来的吗 孩子是不能 心情小小就特别的 这种 这有些你踏不住一步 尝试的一步 踏不住 因为那小小的就绑着 所以我们这种一种 就算人家不是 长期不是一辈子 但他能够手巴结 一天或者是来修船 手巴结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至少你证明 你是做得到的 要你得做得到 我可以不被这个东西绑着 当然如果能够一辈子 那当然是最好 更好 高床高乙这种东西 比较属于是显身份 人有时说对地位 世俗的地位的一种追求 你能够回到朴俗 回到平凡 那有些多少人是为了 他们别的什么东西 都放得下 但是就是追求权力 地位 名誉 影响力 百步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 它让我们回到一种朴俗 然后感受到 这样也可以很快乐 就是 我不需要等着每天 坐在高高在上 等人家吹破 我就快乐啊 人家不吹碰我 人家讲我不好 就不快乐 所以它虽然 你别看那些简单的东西 它其实它里面 其实已经有很深的含义 也是给我们能够一种 算是一种战胜自己的 一种训练 当然 开始的时候 人家觉得辛苦 其实以后 原来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更轻松 更自在 更快乐 很好 所以对于那些 没有守过这种八戒的人 他能够守过 对他来讲 就是很珍贵的功德 跟一种种子 如果守过 能够守一辈子 那更好 就习以为常常习惯 以后都不会 不会这么东西被绑 其实我们学佛的整个历程 其实就是摆脱束缚 什么叫解脱 摆脱束缚 绑着我的 我就摆脱 所以每一次摆脱一个束缚 其实都是一种快乐 一种自由 所以这些戒 它就 虽然很棒了 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 一大部分的那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排除掉了 排除掉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以后很熟 所以被小看 就是一个三规一无戒 发现 你 我们细以为一场 就好像空气不绝 当我们摄取空气的时候 哇 多艰苦 摄取干净的水 多艰苦 一样 跟我们这个三规一无戒 你只要看一看 没有三规一的人 没有五戒的人 没有八戒的人 你就看到很明显的差别了 很明显的差别了 你就看到这个 有规一有戒的 那个价值在哪里 这个重要在哪里 希望每次大家拟戒的时候 更加有那种 真的有一种珍惜 真的一种 很宝贵这个东西 在生死轮回里面 有几何我们能够叫成 列三规一 有几何我们能够念个戒 然后明白它 守它 有几何 你不要讲长眼的 你只要看平面 我们同一个 这个同一个时代 这个事情生多少人 如果过就生归一无戒 多少 就是 然后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 从时间的角度 不要讲空间 空间是看看别人 没有 从时间来讲 就讲 如果你们有些求到允气 有些还走生 但是如果我看得过久 过远 有几何你能够这样子守 有几何 你看看就好 有几何 所以说 有正法在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守戒 才有三规一无解的 所以希望大家 懂得珍惜 懂得保护 它本身就是一种法的力量 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然后 我们要深入这个保护 当我们感受到 它带给我们的保护 和支持好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也懂得把它带给别人 因为这个事情是太需要了 这个终生太需要了